來大川法師上 大川法師 大川法師 大川法師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38歲 現在在日本 在神奈川 十五港線 好 謝謝神奈川的大川法師 大川法師你想要講哪個話題 今天講第二個話題 就講最佳方案 兩岸解決的最佳方案 好來你說 捷克你反正是一直都講 就是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 我覺得目前是台灣能夠選得最好的 所以今天反正 我就來個暴論 我講個一國一制民進黨方案 一國一制民進黨方案 是兩岸解決的最佳方案 好來你說 是什麼是什麼方案 因為首先國民黨和民進黨 因為我是在日本 我很清楚就是日本的這個政府 包括自民黨 他們對這兩個黨是什麼看法 就是在日本這邊的分析就是說 民進黨它是屬於清美清日 然後是反中的一個政黨 對呀 然後國民黨是一個清美反日反共的一個政黨 清美反日反共 對國民黨對國民黨對日本來講 不是一個特別友好的政黨 日本這樣認為是不是 日本這樣認為 就我在日本觀察這麼多年吧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它的執政合法性裡面 也有抗日戰爭的這個因素在裡面 就是說它是因為抗日而得到中華民國的這麼一個 就是大義民憤嘛 所以它對日本 而且包括你之前不是安倍那個降半旗的那個時候 你們這邊就是像你這邊 你這個頻道也在講 就是降半旗這個東西 你沒辦法接受嘛 就是老一輩的這個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們沒有辦法就是說像民進黨那樣 對日本這麼友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認為日本是相對來講比較支持民進黨的 就是它對國民黨的商務學部來講沒有那麼支持 對呀 make sense 所以就是我之前幾次打進來不都是說 哎呀怎麼反傳啊什麼講什麼支持民進黨什麼的 但實際上就是日本的主流的政治意見 其實都是支持民進黨 所以我就從這個角度去講 這個一國一致民進黨方案 就是我個人覺得政黨的性質上來講 民進黨是比國民黨它的控制能力更強一點 也就是說它這個政黨 那這個政黨是比較獨裁性的 它可以可以得到一個比較統一的意見 比較剛性了 比較剛性的一個 對比較剛性 而且它非常容易塑造人民的意見 嗯 就是說現在新時代的網絡時代的網軍 和包括對人類言論的這種誘導 和那種就是塑造一個新的意識形態這個東西 是民進黨更為擅長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就說之前不是說那個反萊豬嗎 民進黨不是反過萊豬 然後現在台灣人現在大家都吃起萊豬了 反正這個事情他們可以 所以從萊豬這個倒推的話就可以得出 他們現在可以反中 但是如果說對他們來講有利益的話 他們秀紅其秀的比誰都快 就是如果說真的是要搞統一的話 我想像中可能你的意見不一樣 我想像中就是秀紅其秀的更壞的肯定是民進黨 嗯 如果說真的是 真的是沒辦法 國民黨可能還要抵抗一下 它才有一個中華民國的一個包袱在那邊 但是民進黨的話它可以像做萊豬一樣 直接就就是發動它所有的網軍 從詆毀共產黨開始就開始不停地講 嗯 中國大陸好啊 什麼共產黨媚好啊 然後寫各種的小作文啊 然後蔡英文自己來搞文青的那些東西 嗯 所以就說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如果說就是在中國大陸這邊 就是如果真的能夠和民進黨把這個條件給談好的話 嗯 就是直接由由民進黨去塑造台灣的民意 然後最終就是形成一個和平過渡 就是如果說合同有這個一個角度可以走的話 嗯 實際上是比國民黨要順利很多 因為民進黨是可以壓下它黨內的其他的反對聲音 它可以很快的達成一個統一意志 嗯 嗯 所以就說從這個幾個角度來看吧 就是說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暴論吧 就是說從民進黨 這不會暴論的 民進黨是秀紅旗秀最快 這不是暴論啊 我覺得你也這麼覺得吧 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那你所謂的一國一致 民進黨方案就是 讓民進黨反正他到時候就秀紅旗了是不是 對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職位吧 就是因為中國他這個 因為中國的他的這個領導制度吧 就是說他這個並不是民選嘛 不是指派嘛 對 就是說只要能夠控制得住 其實比如說台灣自治的話 比如說你說中國有好幾個自治區嘛 嗯 這個自治區的話他的那些領導人其實是他們那個區域裡面的那個領導人 就是說中國 就是說中共這邊跟民進黨談好就是 對 反正把利益分配好 然後讓你民進黨秀紅旗就是了 然後民進黨是執政嘛 然後中共派個黨委什麼的就是或者是諸葛軍什麼的就把它控制住 嗯 但是呢 你的政治利益該有的還有 因為 OK了解 就是 中共並不覺得台灣統治起來很容易 因為台灣的勢力比較錯綜複雜嘛 它有宗教利益 還有那些現在的黑幫 還有各種各樣的那些就是反日本地化的東西吧 就是說這些東西就外來人吧就很難融入 他有些家族啊還有一些土地情感什麼的 所以但是民進黨這方面他就比較懂 然後呢他也很會宣傳 就是你比如說在民主社會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會我們會問一個問題就是 人民的意志到底是自由產生的還是被政府塑造的 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是一般在民主社會來講 大家都不討論這個問題 嗯 就是民進黨跟你講說什麼中國不好 還說什麼 還說那個什麼 就比如說民主自由特別好 中國特別不好 應該是用輿論塑造的啦 輿論慢慢塑造的 它是事實嘛 它不是事實 也不是從你內心裡面生出來的 但是他如果從小給你這一段論述 在學校裡面就這麼跟你講的話 你自然而然就會一開始進入為主 就有這個意見嘛 但是反過來講的話 既然人民的意志是可以塑造的 然後這個選票也是可以操縱的 那麼民進黨它自然可以用 還用它的這一套東西 把它的這個把中國的這個東西把它給反過來嘛 那是做得到的 因為最多就是吃幾年的苦頭嘛 就前十年可能有很多人罵你啊 你怎麼那麼沒有底線啊 什麼說投共產黨就投共產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但是十年之後新一批的年輕人上來 他們用的就是那個時候民進黨做的教材 然後就是秀紅旗的教材嘛 所以那個時候也就解決了 那時候民進黨 那本來就沒底線嘛 就是這樣 對 我是覺得對民進黨它的變化程度 它的柔軟程度 那一個是比較剛性 第二個就是說它比較順應 順應這個台灣的民意吧 應該這麼講 它就是變色容易啊 就是它髮夾彎彎的很順 對 它可以可以彎過來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話呢 當然啦可能對於很多反對民進黨的這些 就是公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可能會比較痛苦 就是會失去政權 但是如果說這也是一條路的話呢 那可能損失的最小 就是由民進黨來做文宣來把這個 把這個共產黨給洗白 然後最後呢就是走上和平統一的路線 但是這個就一定要是民進黨和共產黨一定要談好 就一定要看這個世界經濟形勢 就是說如果說真的是經濟形勢特別惡劣 也就是因為現在全球化的這個逆全球化發展很大嘛 就是說有可能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醞釀當中 有很多國家要破產 也有很多國家就是在今後的五年之內可能過不下去 就是非要經濟特別差的時候 可能民進黨才會有這個選擇要和中共去談條件 就是說維持現在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可能性比較小了 就是現在為止 但是這就是這也是我提的一個方案 我覺得我覺得是大家都沒提過的 然後呢好像也沒有對台灣造成太大的影響 只是只是就是看大家的這個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心裡過不過的去而已啊 所以這就是今天我想講的就這個方案 只是看台灣人到時候心裡會不會過得去啊 因為聽民進黨那樣髮夾彎自己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不過民進黨他會轉的很好啊 我說民進黨只是在把他媒體的這個控制言論再加大一點嘛 還是做他那一套呢 他也不需要駕親救贖嘛 他也沒有不會的東西 但是他都懂得寫 他最懂的是 是了 我相信 好 OK 非常謝謝你啊 大川法師 謝謝你的分享 OK 好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來 我來謝謝這個 微信的這個 斗內 來 謝謝 這一位 C2 CG我是Christopher Christopher 哦 有具體方言Christopher是不是 OK 好 來